圣经导读 医治篇 不知道你有失眠的症状吗 长期失眠会对身心健康造成不良的影响 包括焦虑 忧郁 疲劳 头痛 注意力不集中 记忆力减退 药物滥用等问题 失眠若是长期依赖药物 可能使人对药物产生依赖 甚至难以入睡 也无法维持正常的睡眠 失眠药物可能在翅日也会造成逝睡 警觉性减少 并且影响日常生活以及工作表现 长期使用失眠药物可能无法解决失眠的问题 反而会导致失眠恶化 因此建议睡前减少吃鸡的物质 譬如咖啡因和酒精 同时也要减少手机的使用率 并且我们可以透过祷告来平静我们的心灵 这个时候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阿爸天父 我的神啊 求你扬起脸来光照我 我来到你跟前 满心怀疑 困惑 疲惫 我为我的失眠感到困扰 夜晚对我而言 变得漫长无法入睡 我求你赤我平静的心灵 让我能够享受安详的睡眠 主啊 我知道你是那位赤平安 以及安息的神 求你帮助我脱离失眠的困扰 使我可以放松身心 进入深沉的睡眠 求你如诗人的祷告一样 使我心里快乐 胜过那丰收的五股心灸 愿你使我安然躺下睡觉 因为唯有你耶和华 才能使我安然居住 愿你的平安和爱环绕我 帮助我击退一切 搅扰我的失去以及焦虑 父啊 我也要为那些 正在经历失眠的人祷告 求你安慰他们 给他们夜晚的平安 让他们也都知道 你的爱总是环绕 仰望你明的人 相信无论在白天或是夜晚 你的爱总是不离不弃 求圣灵来抚慰我们的心肠 使我们可以安然躺下睡觉 因为独有你耶和华 使我安然居住 父啊 愿你拆派天使天君 在我的四周围安盈保护 挪走我的焦虑和不安 愿你垂念以及接纳我的祷告 因为我仰赖你的慈爱 孩子祷告 乃奉靠主耶稣基督 得胜的名 Amen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